你现在收听的是张静为的频道 现在时间是2023年 2月1号星期三的11点16分 我问你们 你们有没有给出自己的真心 最后再被狠狠背叛的经验 没错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开场 我们今天的开场就是要来一个 这么震撼的一个话题 这么严肃的一个话题 我跟大家讲 这个星期一 我就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情境 总之呢 这个故事就是要从 我礼拜一要去全联采卖的 那天下午开始讲起 星期一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这礼拜的天气 这礼拜一二三 那个天气都是无比的晴朗 那个天空都没有一点云 非常的干燥 那个蓝天啊 蓝到一个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个蓝天了 那个蓝天就像画布一样 整个扎扎实实的贴在我们一个 拱形的天空上面 撑在我们每个人的头顶上 我哪一天要去全联买东西 那我通常去全联买东西 我都是骑机车过去啦 尤其天气好的时候 就是一定要骑机车 因为太爽了 然后所以我就来到我们的机车停车场 地下室 我来到地下室 我跨上我 二十年的 将近二十年的高龄机车 插上我的机车钥匙 转动钥匙 拉住刹车 按下点火钮 我那台高龄的机车 的引擎就这样点燃了 然后引擎发出 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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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的声音 那个声音就像是我今天的主题曲 充满一个热血和青春的味道 接着呢 我就像蝙蝠俠一样 骑着他的Bandmobile 他的蝙蝠车 从他的 从蝙蝠俠的地穴 缓缓地骑上亲谱的道路 骑上 美丽的夕阳 也不是夕阳 那个时候大概下午三点 斜阳 骑上美丽的斜阳 迎着栩栩的微风 车子一转 我就开始往全联前进 总之呢 我骑着车的那一刻 因为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下午 那一刻我就觉得 这世界上应该没有人 没有人能够破坏这样一个美好的下午了吧 那你知道吗 我事后回想起来 我那个时候 真的是太天真了 总之后来我到了全联 然后就像平常一样嘛 反正就全联 我买了一些平常的一些食材啊什么 要就是日常生活什么蛋啊什么饭啊什么的 菜啊青菜啊水果啊什么的 反正买完以后就我就拿着那个篮子去结账 那那个时候我到全联 刚刚就是出门是三联多嘛 然后现在就大概将近四联的时间 那个时候全联是下午 下午四联的全联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 就是台北市当然全联好像随时都蛮多人的 但是我们这边就是一个人比较少的地方 所以下午四联不是什么热门的时段 所以店里面人也不多 所以一般那个像我们这种比较大的店啊 会有可能四五个柜台可以结账嘛 那因为不是热门时段 所以那天全联就只有开一个结账柜台 那站在结账柜台那边 结账的人是一个男生 我排队的时候 我前面大概有两三个人 那我在排队的时候 我就在偷偷的打量他 我跟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男生给我的那个印象 他全身上下就散发一种日剧的感觉 你们先想象一个 在一个就是很光洁亮丽的一个 日剧的超市里面的那样一个场景 他这个男生 他是有一头很蓬松的那种卷法 就看起来是特别去烫过 烫得很有型的那种 然后脸上戴着一个圆框的眼镜 身高有180公分 然后秀气秀气 有种文质彬彬的感觉 当他站在那边的时候 全联的制服 在他身上我都觉得像一件戏服 你知道吗 他真的就像那种 他是在演日剧 那种穷途潦倒的那种学生 然后那个日剧应该是那种 什么恋爱浪漫的故事 或者是说什么 为他梦想打拼的故事 你边看着他 你就会好奇说 他是不是学画画的 还是他是一个音乐家 还是他是剧场的演员 然后因为就是日常生活 可能穷途潦倒 或者是他可能还是大学生 还在学 然后他在闲暇的时候来超市打工 他全身上下就散发着那种 那样子的气息 总之我后来就一直在幻想 各式各样的场景 然后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太特别了 那后来我就前面的人结账完嘛 就轮到我了 那轮到我之后呢 他就一边刷我的商品的时候 还一边的贴心的对我叮咛说 你需要购物袋吗 这个你买的玻璃瓶要小心喔 因为那一天我去全联的时候 我去买了两瓶橄榄油 因为他橄榄油好像刚好在特价吧 就两瓶有一个特价 所以我就跟他买了这个橄榄油 那这边有一个小插曲 就是他那个橄榄油的瓶声比较细 所以他刚刚说完 你这个玻璃瓶要小心走 其中一瓶橄榄油就差点要倒了 然后因为是在篮子里嘛 其实倒下来应该也没有关系 但是我就伸手赶快把那个橄榄油接住 然后因为他才刚讲完 所以他就觉得有点尴尬 所以他就露出不好意思的笑容 他就说有点慌张的时候 对不起 因为他就刚刷完条码 然后摆进去才倒了这样 然后他就是刚摆 就说玻璃瓶要小心喔 然后就倒了 所以他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蛮可爱的一个场景 他那个场景真的是太可爱 然后很美好 真的是我在那一瞬间就觉得 我应该就是在演日剧一个结账的大叔 然后遇到一个可爱的男生吧 一个可爱的大学男生 那个场景真的是美好到太美好了 太棒的一个场景 但没想到下一刻 我们这个美好的两人的互动 马上就被破坏了 就当我结账到一半 篮子的东西已经结账一半的时候 有个绑马尾的女生来了 一般我们讲到这个女生 绑马尾的话 我们通常会形容 给她一些很棒很清新的形容词 就是说绑马尾的女生就是健康 年轻有活力有朝气元气之类的 就是就像那种宝旷立水的会出现的那种女孩那种感觉 但是你知道吗 这些词放在她的身上 我觉得都是一种亵渡 我不懂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人绑马尾 可是都可以绑得如此的乱七八糟 你知道吗 有些人绑马尾就是可以绑得 让你觉得说 你这样跟劈头散伐 应该也是一模一样的吧 你怎么可以绑个马尾 可是却长得如此的讨人厌 我一眼看到她就讨厌这个人 我真的很少有这种 我明明前几集Podcast还在说我很少讨厌别人 可是我真的当下看到那个女生 第一眼看到她 我就觉得这人 我绝对没有办法跟她做朋友 我甚至不想跟她讲话的那种讨厌感 而且她很 她的 她的样子我觉得很难跟你们形容 她样子就是 她明明是一个 就是我这样看过去 我觉得她应该是一个二十几岁的人 就是也是那种 可能刚出社会或什么的 可是她虽然是二十几岁的人 全身却散发着一种 国中辟孩的气息 真的很辟孩的气息 非常奇怪 然后她鼻子也是 前面鼻梁上也带着一个 小框的那种金属眼镜 总之她就是 外观看起来真的像一个 四十岁的阿姨一样 明明她在二十岁可是为什么外观看起来像四十岁的阿姨 靠北 等一下我也快四十岁了 这样讲好像我如果要丑化她的话 我应该要再把她说老一点 总之她外观看起来就像五十岁的阿姨 好啦有点太过分 她才二十岁而已 反正她看起来就是一个阿姨 就看起来那个气色很糟糕之类的 反正你们懂 反正我说的阿姨不是讲外貌 我讲的那个 不是讲说老或者是说很多皱纹什么的 不是我说的那个阿姨是一种仪态 是一种精神状态 是一种mentality 总之你一看到这个人 你就会觉得 你是阿姨吧 可是你明明那么年轻 可是你是阿姨吧 这种感觉 总之那个时候我们结账到一半 那个女的就走过来 那女的走过来 她就马上对那个男的就抛下一句话 就跟她说 可以吃饭了 我就才知道 原来四点多的时候是那个 全联他们的用餐时间之类 可能等一下晚上就是那个 客人会很多嘛 大家下班之后通常会去全联采买 所以等一下可能下班人会很多 所以她就来叫她早点吃饭什么的 然后那女的说完 就是可以吃饭了之后 她马上就钻进那个结账台 收银台那边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那种全联的收银台 其实全联的收银台 空间非常的不大 就短短的一条 其实台湾的收银台空间都不大 就是一个人站在那边其实就满了 因为她本来就是设计给一个人在那边结账 然后刷完条 然后把东西摆到另一边 让客人去装袋 所以她其实没有什么空间 我知道好像国外的那种收银台 她可能会在那个结账 就是放到袋子的地方 可能还会再有一个空间给店员来占 但是全联没有这样的设计 我们就是一个亚洲国家 亚洲国家就是你自己的袋子 你自己装 或者是她装好 她就给你就结束了 所以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台子 所以她其实占不了两个人 但是那个女的 讲完说可以吃饭 她就钻进那个柜台 那个男的 就看她钻过来这个柜台 然后她就很轻描 但也太是很冷静的跟她说 就好 好 我可以吃饭了 那你去开别台机器 她就说不要 你不要用这台机器 那个女的就回答她说 不用啊 我用你的机器就好了 我用你的机器嘛 她讲话没有这样 但是她在我心中讲话 是这个声音 就是不用啊 我用你的机器就好了 我就是要几近 我所能来筹划她 反正就是这样 然后那个男生 他就又逼了一个上面 这样逼一下 然后那个男生 又很淡定的 再跟她说一次 你去用别台啦 我还在用 然后我就心里就想 嗯 对 她还在用 对 她还在帮我刷商品 你知道 就是我们在享受一个 美好的日据时刻 你不要来打扰我们 然后那个女生 就回答她说 你就要走了 你就要去吃饭啦 我用你机器就好了嘛 我那个挡下就觉得 那个女的烦死了 烦死了 我整个就是 你知道吗 那个怒火整个就是 再往上升 如果现在有个百分比 我现在怒火已经大概就是 升到百分之六十的地方 我就觉得 这女的烦死了 她不是就叫你去开另一台机器吗 你就赶快给我滚 去开另一台机器就好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看向那个男的 我从她像红贵宾的头发底下 我就可以感觉到 她已经散发出来 散发出来一点点不耐烦的感觉 然后那个男生原本在逼我的商品 他就淡淡看我一眼 在那一瞬间 在那个刹挪间 我们四目相交 彼此心照不宣 我的内心 那一刻就在呐喊 我懂 我懂兄弟 兄弟我懂你 I feel you bro 我懂你的感受 这女的太讨人厌了 你根本不想跟她待在同一个柜台里 你知道吗 那个当下我就觉得 兄弟我懂你 这个女的 她连她的视线 她看到我们的身体的时候 都是一种污染 我懂啊 兄弟 兄弟 I feel you 我懂你 我们一起面对 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个女的 没问题 在那一刻 我觉得 我感觉到了 在那一刻 我感觉到我们两个人的心 我跟那个男生的心紧紧的连在一起 在那一刻 我懂他 他也懂我 我们就一起 看着这个年轻的肖伯 然后一起忍受这个痛苦的时刻 我在那一刻 感觉到我们就像是结拜兄弟了 你知道吗 我们就像是三国时代 结拜兄弟的那种感觉 在三国时代啊 刘关章是桃园三结义嘛 我们此刻 哎 好巧 我们也是在桃园 所以我们其实也可以勉强算是桃园二结义 好了 我们不要抄袭罗冠中的概念 这样有点就是太明显 所以好 我们不是桃园二结义 我们可以当全联二结义 我们可以当全联二结义 没有问题 那个每一声啊 他帮我刷的那个条码 每一声的BB声 就是我们低下的鲜血 从今以后 我们就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我们一起从面对这个 讨厌人厌的女人开始 而未来 我们还有无数的篇章 会继续的翻下去 我们会有无数的篇章 等待着我们 结果就是在这个时候 我都还在幻想我们的未来 我都还在幻想我们接下来的冒险 我就看到 我就看到那个男生 他直接把刷条码的机器丢下 然后甩头就走了 就走了 就这样走了 我的内心马上大喊 No 兄弟 不要走啊 兄弟 为什么要把我丢下来面对这个女人啊 我懂你啊 兄弟 留步啊 兄弟 别走 我们刚刚不是说好了吗 我们就是全联二结义啊 我们现在还在第一章啊 我们还在first chapter 连黄金贼都还没有去讨伐 我们也还没有三顾茅庐 更别说什么三战旅步了 留步啊 兄弟 但他没有回来 他头也不回的 就走了 我的日剧的幻梦 我的各式各样的幻想 全部都破灭 就在他甩头走的那一刻 兄弟就这么走了 结果呢 他走了之后 那个女的其实也傻在当下 你知道吗 他完全没有想到 这男的会突然就走了 所以他 那个男的走了之后 那个女的 他不知道他接下来要干嘛 你知道吗 因为他其实是要来接续他的工作 他要来接这个柜台 那个男的叫他说 你去开另一个柜台 那个女的说不要 不要他就直接走了 而且最扯的就是 他是结账 把我的东西结账到一半 一半 还有剩东西 然后就摆的条马机 然后就走了 那个女的当然就是傻在当下 他就看我一下 然后说你现在 然后我就不做声色 因为我心中的怒火值已经到75%了 我就觉得这女的 你怎么会不在状况内 你就是要来接他的工作 你刚刚不是就是还信誓旦旦说 我就用你机器就好了吗 然后你现在完全不在状况内 所以我就看了一下我的篮子里面还有的东西 然后再瞪他 然后他才会议过来 继续刷我的商品 我就看着他 我的怒气值不断的上升 然后看着他那种 完全不在状况内的那个脸孔 我就觉得我们今天会落到这个田地 不就是你嗨的吗 我跟我的bro 我跟我的兄弟连结役都还没结完 如果今后这个汉事崩落的话 都是你这臭女人的责任 你知道吗 我看到一个一个结我的商品 在那边逼逼逼 我当下好想要跟他说 我不结了 我不结了 为什么要帮我结账 我当然说不结了不是在说结役 我是说我不要结账 我超想跟那个男的完成我们的全联二结役 但是买东西的账我其实可以不结 但最后啊 我还是结了账 我还是把我日用品都结了账 没有跟我的bro 没有跟我的兄弟结役 听到这边 我知道你们懂为什么 我相信你们现在心里就在想 我懂你兄弟 我懂的 对 没错 我有听到你们的声音 我有听到你们现在 都懂我的想法 你们都懂 你们太懂了 你们太懂我为什么 还是有结账 然后没有跟我的bro结役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都是成熟的大人 我们都是成熟的大人 我们要考量现实面 我来全联就是为了买日用品 我不是要来拍日剧 我也不是要来跟我的bro结役 而且呢 发生了这种被背叛的事情 我们绝对不会为了这种小事 小题大做 对不对 我们绝对不会为了这种小事走心 我绝对没有走心啊 我绝对没有走心啊 毕竟我是一个成熟的大人嘛 对不对 我怎么可能因为我今天来全联 结果有一个超级帅的日剧帅哥 换成一个丑女人帮我结账 我就耿耿于怀 我是这种人吗 各位啊 我会吗 我会做这种不明事理的事情吗 我会如此的现实吗 大家懂我吧 我怎么会是这种人 我一定不会走心的啊 我只是会把这个故事你知道吗 留到我的礼拜三晚上 然后把它录成一段 大概20分钟的podcast 来浪费大家的时间 总之最后呢 我就买完了我的日用品 然后心里感觉很晒 就觉得明明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就因为这个一个很小的episode 也会因为这个女人 还有我美好的下午 染上了一个不知所云的污点 总之就是我礼拜一下午 去全联采买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大概就这样 我喝一下水 哇 真是一个充满戏剧化的故事啊 投注了无比多的能量在里面 其实这礼拜还有发生一些其他的事情啊 可以跟大家分享 不过第二个事情就没有像刚刚那么有戏剧化 比较像是一个生活经验的分享 我来调整一下心情 我刚刚真的是 越路真的是越回到那一天那个的状况 我这礼拜还有一个蛮特别的经历 我这礼拜有遇到网军 就是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网军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网军 我们常常在新闻报道啊 或者是媒体上面 就听到说谁谁谁啊 网军啊什么啊 什么事情嘛 可是那些东西我都一直觉得是一个 就是觉得会有嘛 你就一定会觉得说 这个事实上当然一定会有网军啊 一定有人就是花钱去买啊 我们也都知道什么粉丝数量 什么都可以花钱买了嘛 所以网军啊留言这种东西一定有嘛 我们大家都觉得有嘛 可是如果真的要你就是举出一个实例 说在哪里 其实说老实话还真的是找不出来 结果在我的现实生活中 我真的就遇到了一个网军你知道吗 那我们大家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怎么想啊 其实我们想到网军会长什么样子 我一直觉得网军应该就是那种 就是他全身上下都应该要穿黑色的 然后甚至你走在外面就是要戴墨镜什么的 可能像那种骇客任务里面那种 骇客 可是那个其实是骇客 网军其实就是我也不知道 网军就流流言而已 或者是用什么 用那个智慧 AI AI机器人什么 写一些程式什么的 我不知道 但反正呢 我的想象中就是像骇客任务里面 那个里面的那个电脑人 就是他会走出来 然后就是讲一声那个Mr.Anderson 有没有 然后就觉得 这样很可怕的那种感觉 结果没有 我这一次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网军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 很普通的人 大概2526岁上下 那他是在一个很新的一个网军公司 我就稍微问他一下 你是网军喔 他就说对啊 我是网军 我就是当网军的 然后我就问他说 那你们公司到底是 是什么名义的公司 怎么可能你们公司就叫什么 网军公司嘛 对不对 他就说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的那个公司的名字叫做 数位行销公司 所以他其实基本上算是一个 行销的手段 我当然就是充满好奇心 就是在问他说 那你们这个网军到底是怎么样啊 怎么样运作啊 或者是怎么样 他就说 我们公司是怎么样 反正他就讲一些 那种业界的细节 他就说 其实有些公司是用电脑 在做这件事情 有些是用AI机器人嘛 但是他们的公司 比较像是手工业 就他们的每一则留言 他们都是用手工去打的 因为这样去打的话 那个机器或什么 比较不会判定你是有问题的 但是他们就是反正就是可以 一直留言一直留言 他们有很多账号什么的 然后就可以充那个流量啊 什么讨论度啊 什么各式各样的东西 然后如果说要有 所有什么策略的话 他们就是可以会事先拟好稿 或者是说有一些样本 然后他们会写一些故事 有一些剧本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是在当有客户买的时候 就会量身为你定做一些剧本什么的 然后在那个 例如说FB啊 或者IG上面啊 然后就开始做这些操作什么的 非常完善的一间公司 但我就觉得好酷哦 我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网军 他有跟我讲一个很有趣的那个事情 他跟我说 其实真正最大的网军公司 不是那种外面的数位行销公司 他说最大的网军公司 是在那个 新闻台的内部 那么新闻台的内部 好像从几年前就开始有一个 有一个部门啊 可能是什么 也是数位行销部门之类的 反正他们里面 因为他们资源很多嘛 然后他们也有很多的新闻 很多的话题很多的什么 所以他们就是在配合那个数位行销部门 然后去做讨论热度啊 去做那种回复啊 或者是什么 甚至他们也会利用一则新闻 然后去引战 然后所以你们有的时候看到那种 奇怪的那个新闻底下忽然有 很奇怪的留言 或者很偏激的留言或什么 在那一刻 其实你都要心里都会都要知道 那个有可能就是网军流的 你知道吗 我以前 我以前的确不会想到说 不会真的直觉想到说 那个就是网军流的嘛 但是到了前一阵子 我一直没有这个证据啊 但是我真的就是听到他这个讲 我才真的觉得说 天哪 真的就是网军 因为我每次看到那个底下的 偏激的留言 我每次有的时候都会想说 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偏激的人吗 可是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又会真的出现一些很偏激的人 让你觉得说 的确啦 这些人就是会流这些言 或者是说有些人可能是 他开了一个小账号 然后在那边 Trolling Trolling是什么 反串啊 就是很爱在那边讲 讲干话这样子 但是我后来真的发现 其实很多的那种争端啊 或者是什么 其实都是行销公司 就是所谓的网军去吵出来的 他可能那个新闻或什么 本身就有一点挑动的内容在里面 然后他利用讨论度 然后再用底下用一些不理性的留言 去激发出你知道吗 去刺激出你很不理性的情绪 就去激发你的那个怒火也好 或者是说你对这个社会的不满也好 你的认同或者是什么 反正就是靠底下的留言 但是那个网军 他其实就讲到一个很重要 跟我刚刚讲的一样 他就说 其实他们能做的只是打顺风牌 就是如果你这个东西本来就很好 很有趣 然后很 很有争议性或什么的 那他们去打顺风牌的时候 就是有一种推波助澜的效果 但是如果说 他说有一些公司或什么 他们想要营造出他们的粉丝页啊 或什么的 那个互动良好或什么的 但是他们的产品啊 或者是社群的关注度很低的话 他说我们再怎么去帮你提高 你的那个扩散率啊或什么 永远都没有用 因为就完全没有人 想要用你的产品 对你 你自家的形象也完全没有 没有认同感 他就说他们那些东西 有些真的是没有用 但是至少他们最后都 他就说他们都可以提得出说 我们帮你增加了多少曝光率啊 然后你每一篇文章的战 都可以多少多少 反正就是数位行销的东西 但他就 对啊 反正他就讲说 最后其实还是要看你 端出来的那个东西的内容 到底好不好 到底有没有争议 但我觉得很有趣啦 就是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新闻嘛 我就会在想说 现在越来越多那种很有争议的新闻啊 像之前那个 那个叫什么 就是炒老公 有一个是丢掉老公的哥吉拉嘛 然后过没多久又是那个 流水席事件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这两个事件其实真的很像 而且很有共通点 有些人就有点阴谋论啊 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炒出来的 在我认识这个网军之前 我会想说 这个搞不好 这个社会上真的有这样子的人 但是我认识这个网军之后 然后跟他聊过之后 我真的深深的觉得 那个东西 那个议题啊 搞不好真的完全都是虚构的 而且这件事情要操作 真的太容易了 你看他后来不是还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他妹妹还是什么的 跑出来吗 然后这边爆料什么 假账号那么容易 然后而且又是在匿名的地方 我真的觉得就是 可信度之低 你知道吗 我认识这个网军之后 我对这个社会的所有的信任感 完全都失去了 你会觉得说 我有的时候看一篇文章啊 或看一个心得简介啊 然后你就会想说 我看看底下大家对于这篇文章的看法 自从我知道网军之后 你知道吗 那些留言 那些留言就会变成毫无意义 因为它就是毫无意义的反应 它只是在做反应而已 而且那些东西都已经写好稿的 它随时可以站在不同的立场 反应 让你以为大家对这篇文章 有一些既定的印象 不管是批评的 或者是抑郑延迟的人 或者是说政治正确的人 所有人 因为全部都匿名嘛 也不是匿名 就是 完全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真是假 他也许是假账号啊 对不对 我对这个社会 真的是 看完这个以后就觉得 哇 所有东西都是 都是行销耶 好可怕 搞不好现在我们 现在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 留言啊 一半以上全都是网军流的 我们大部分的人搞不好 其实都不留言了 我们其实都没有在互动 你知道这个社群媒体一开始是多么美好的东西 就是大家都可以互相互动 我很早也很早以前 我真的很怀念以前 就是大家会在上面分享音乐 分享作品 分享很多很多很棒的东西 结果现在Facebook走到最后 大家都不分享美好的东西 大家都变成 顶多就是发表意见 看看东西 发表意见 分享别人的意见 然后获取认同什么 然后什么 反正最后就是分享一些什么 新闻啊 或者什么 都不是分享美好的作品 然后顶多分享一些什么梗涂啦 笑一笑那种很浅 浅诚的东西 我也不知道 可能就是老人在干股啦 我真的是老了 天哪 我现在就跟那个 我自己家的机车一样 好了 反正 今天大概就分享到这边了 我没有要多说什么了 但我后来真的 真的是 反正今天差不多就录到这边 我就随便做个结尾了 拜拜 直接说拜拜 好了 真的也没有要讲什么 好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我再准备一些有趣的经验 跟大家分享 好了就这样 谢谢大家拜拜